用我們最大的聲音 大家陪我一起怒吼 下架的警察 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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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問問人數就好了 因為今天是沒有白椅子 所以我們就以面積來估算人數 大概今天是滿到 海道前面的斑馬縣那邊 大概是一萬人 那如果可以把警服門包起來的時候 大概是三萬人 郭台銘上去講 我會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好像一個超級有錢的人 然後上來跟我講居住正義 他在幫我發聲 我就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對勁 上次就是投菜 如果你是要跟馬英九政府比較的話 我認為其實他做得比馬英九好 關注的議題上面 比如說性別議題 也有跟騷法的出來 然後同志也有讓他們過 外交路線是比較親美 這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我個人立場就是不太喜歡中國 我今年本來就是在賴根科之間搖擺 因為對我而言 柯文哲給我的感覺 內政可能會處理的比較好 賴清德可能也不會躲招 但就那樣而已 可是柯文哲他因為提出符帽 我是在符帽那個時候政治決心的 所以對我而言會是一個隱憂跟擔心 這是貨帽比符帽先 先監督條例然後再貨帽然後再符帽 對啊這邏輯很清楚 所以未來你是當總統還是會往這個方向走 對啊一定是 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 支持居住正義 反對黑金施發改革 房價因為政府之前八年前說要打房 但是實際上推的東西都沒有真的打到房 反正房價越吵越高 好像我們這種年輕人要買房就壓力更大 那哪一方面就做得特別不好 社會住宅吧 二十萬戶蓋了幾戶 全部都台北市蓋的 然後賴清德說要蓋五十萬戶八年 這件事情 絕容聽了就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可以這樣扶案然後都不用負責 支持柯文哲 主要是另外兩個對於就是他只會開空投支票的關係 柯文哲就是至少他說推社會住宅就是真的有蓋了 就是有盡他的能力在蓋了 2016跟2020分別都把總統票投給蔡政府的 選民 在這七年來台灣的房價並沒有很明顯的 像政府所說的去落實居住正義 跟司法改革這兩個非常重要的 他們當初提出來的政策支票 新聞主要都看哪一間的選擇 TPBS跟東森 你這是民眾黨的衣服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支持民眾黨 創黨的第一個月我就加入了 一開始是想說一個抱著是一個好玩的心態 加入民眾黨 讓我發生了車禍 讓我感覺到民眾黨對我的關心 主要為了公平正義司法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政府死刑 他不執行 那還不甘真直接廢止就好啦 民進黨我都不會考慮支持 所以你現在就是比較傾向支持總統候選人 不是那個柯文哲 我是覺得啊 他市長還沒做了八年 就跟再一次朱立倫韓國瑜一樣 我是覺得國民黨每次都挑 現任市長來參選總統 有點扯 如果萬一柯文哲 我們柯P做了什麼事情 你就不想再支持他 廢除此行 如果是個人感受上的話 應該還是居度正義嘛 因為我差不多到了 就是可能會需要自產的年紀 那買房就更不用說啦 就是本來大概一千多 現在都要快兩千 甚至兩千多 就是沒有辦法負擔 我相信就是還是非常多人 在關心這個議題 平常大家都只是在網路上說 有多少數字的人在關心 那在現場我們就可以看到 實際來的人 有多少是真正在關心這件事情 Age of Us 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